Hello,大家好,我是舒妮,那我今天来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,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,因为是真的是你们很关心很关心的问题,就我们鼻背线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,比如我们常规用的是19G60的鼻背线,那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啊,首先第一个呢,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,我们要知道啊,在设计的时候,第一条线是我们眉毛的一个连线,我们要需要画一条线,那第二个呢, 第二个连线是我们内字点的连线,我们也要去画一条线,那第三个连线呢,是我们两条线的中间,我们叫做山根的直点,山根的直点,所以说我们再调 调整脸的时候,我们在做鼻子的时候啊,我们要根据顾客的三屏五眼和四高三低,来选择它山根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啊,是需要长一点,还是需要短一点啊,它的中屏是够不够长,对于面部比例来说,适不适配,所以说我们就只要调整脸的时候,我们在做鼻子的时候啊,我们要根据顾客的三屏五眼和四高三低,来选择它山根处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啊,是需要长一点还是需要短一点啊, 你知道我们调整方向,我们是需要上调一毫米,还是下调一毫米,因为这样我们顶线的几率就会比较小,而且有个顾客本身鼻子是很长的,它的中屏非常非常的长,那你就再给它增加一个长鼻子,它看起来就会不协调啊,所以说即便你给人家做了项目,然后最后的顾客的反馈也不是说很好,所以说我们一个东西呢,都是有标准的啊,我们面部高点的设计啊,一个在我们额头啊, 然后我们啊,鼻子会不会啊,一下子顶到我头,会不会成为一个通天鼻啊,这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底线,所以千万不要超越我们的底线,那我们在这个中线上面啊,如果我们的鼻子啊,比如说像我自己而言,我属一个短宽脸,那我们的中,我的中屏是稍微偏短的,那我可以鼻子稍微加长一点,那怎么加长,也就是说刚才在我们设计的中线的位置,向上再走一个毫米, 这样子可以适当的去拉长我们的鼻背啊,所以说我们不要忘了啊,我们指点在哪里啊,指点如果到我们上面啊,一和毫米啊,我们就到这个位置为指点就可以了,那如果是你的鼻子很长很长的话,那我们在我们的刚才画的参考线下面,向下去走一个毫米啊,一定是一个毫米啊, 所以说这样呢,它会显得我们的鼻子啊,没有太长的感觉啊,不会显得太长,所以说我们啊,所以所有的线啊,鼻子做鼻子,为什么会出问题,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细节你是不注意的, 为什么我们的线体从鼻腔里面出来,为什么我们打喷体啊,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啊,然后鼻子这边会有炎症,那都是跟我们不合理的操作是细细相关的,所以你要抓住每一个细节,你的线雕才能做得非常的好,啊,所以说呢,好, 那我们在,就是说短笔里面,我们要把笔背稍微做的是一个 这个延伸啊,然后我们鼻头的高度,然后再做起来啊,啊,这样做 MARK, 我们就完美了 因为鼻尖的张力充分释放了 一个就是不容易顶线 那第二个就是做出来 它有一定的高度 还有一定的翘度 所以刚刚好 那今天你有没有学会呢 关注我 让我陪你找到你的 没有 他没卖 就那个人 把那个女生伤 没有 看一下 我不想做 我准备做生硕 等这个结束我就做手术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 Patrick